女人要把死去的男友从坟墓里挖出来 他扒开水泥墙 可没想到坟墓里竟然是空的 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阿珍身后 猛的一下将他电晕 当阿珍再次醒来 手脚都被铁链绑住 抓他的正是善行者的老大 此时阿珍的男友走进房间 原来他也是善行者的成员 接着他把阿珍抱出房间 并向阿珍说出了整件事的真相 不久前他的好兄弟变成了复活人 结果被善行者抓到 最后死在了他们手里 为了给兄弟报仇 他变成了复活人加入了善行者组织 可这个时候偏偏遇到了阿珍 为了能和阿珍永远在一起 于是他把阿珍也变成了复活人 阿珍知道真相后非常伤心 要不是自己变成这样 父亲也不会因他而死 突然他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惨叫 阿珍走出房间一看 原来是安娜 他为了寻找阿珍被善行者抓住 铁链锁住了他的手脚 老头用电机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 突然阿珍猛的一下将老头撞晕 随后愤怒的阿珍大开杀戒 把善行者组织的成员全部杀光 阿珍和阿娜正要逃跑 可男友却突然出现 他恳求阿珍不要走 但现在的阿珍对男友恨之入骨 他果断用电棒把男友电晕 之后和阿娜迅速逃离 电影最后 两个人来到另一座城市 从此他们相依为命 相互之间也立下准则 作为复活人一定要学会隐藏 其次就是对猎物的选择 遇到好人不能伤害 遇到渣男或人渣 就不要手下留情